此刻的心情是什麼?現在才到一半而已 蛤? 此刻的心情 對不起剛忘了謝謝大家 因為今天有這麼多媒體來 謝謝你們來 然後謝謝你們一起見證此刻的心情 可能當然對你們來說 你們就是你們例行工作 然後你們看過很多場 可是謝謝你們 謝謝 這次我不阻止你 我要你講完它 你有很多話就講完吧 該哭就哭 這八年哭一次OK的 沒有我認識好多人都在台下 我剛才看到俊昌是不是 就是電台 我們的DJ俊昌 很多記者陪也會 攝影大哥 都老在帶 對 常常在看到 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因為我們做的蠻用心的 希望你也會多給我們一些批評指教 在過去八年 你有想過還會有這個機會嗎? 怎麼會這麼沒有自信呢? 你有這麼多代表作 我沒有想到會這麼大 我可能想就是沒關係獨立製作這樣 然後找DJ出來吃喝喝咖啡 看他們願不願意播個歌 可能走向陳其真當初的路線 獨立發行 自己背寶寶買席 然後自己寫編號 我網站也可以買 是是是 然後我老公至少會買兩百張 然後演唱會就有三區 中間這區是我老公買 然後那邊是那都那裡是阿K 所以應該就有三區是會買的 對 起碼會買 後面那一區就是到Kiki吃飯就送票 對 沒有啦 你太沒有自信了 在這麼多的歌壇的歌海當中 你看剛剛其實貴賓都有提到VCR 你看你有太委屈 有離開我姐姐妹妹站起來 到現在還是很多選秀比賽選手愛唱的歌 恭喜你有新的作品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這一次的另外一首 這個在概念上非常特別的一首 我相信也會成為一個新的代表作 叫做我不祝福 我不祝福 然後其實就是一個態度 因為記者啊 常常一定會來問嘛 我們現在結婚了 謝謝你們饒過我 以前我也問說 那個誰誰誰喔 以前是不是跟你怎樣 那你要不要祝福他 他現在要結婚了 其實這種問題對當事人來說 不是尷尬就是傷心 或者是我該怎麼 無奈 給一個正確的答案 好像所有收看的人都這樣吃面的也抬頭 就哎呦 看他怎麼說 就是有一種好像很看熱鬧的心 然後卻忘了其實那個人的心 或許也不好收 那所以我就 我覺得就盡量大家少問這種問題 然後也告訴大家說 像我啦 我做不到 我沒有那麼大方 我就不祝福了 是 尤其對過去的 就過去就讓他過去 他幸福就好 我們不用刻意去表態 往事不用再提 人生以多風雨 是 這是別人的歌曲 對 我往事不 喂 很好Cue 但是重點是 這個該祝福的還是要祝福 您的唱片我們是肯定祝福的 謝謝 王力宏你祝不祝福 非常 光鋒 光鋒你祝福嗎 光鋒 我這兩個我都沒有談過戀愛 所以都祝福 但自己有關係的呢 但布萊德比特我就不祝福了 因為他過去跟他在一起過 你想太多了 對 好 我們真的要來看一下這個MV 除了概念清楚之外 MV也非常感動的是張君寧 帽子低溫 一直跑一直跑對不對 對 因為這首歌的製作人是Jim Lee老師 他也是得過金曲獎的製作人 他是一個非常仔細 他從滾石時代就是錄音師了 他甚至在錄音師跟我聊的時候就說 那時候是用盤帶還有一條一條剪 這邊剪這邊剪 剪完接起來之後要先去吃飯 吃完飯才聽到效果說 不行全部重剪 所以我們在聊這麼多音樂過程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對於歌曲的編曲的細膩 就是女導演跟女攝影師 這個是他們拍的 他們說他們一聽到這首歌 愛歲歲平安 大賣大賣 真的歲歲平安 他們一聽到就有歌 自自一轉好棒 就有想要跑步的感覺 就有一種要把過去徹底的遺忘在身後的感覺 明白 所以這個MV也是非常精采 概念很清楚